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近期提供给白宫和国会重要成员的机密情报显示 COVID-19的最初源头似乎是找到了 要交给国际组的记者可已信 好主播没有错 但您看到呢 就是究竟这个造成全球啊 动荡不安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现在呢 根据这个美国能源部在这个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办公室里面的 一份2021年的这个最新的文件呢 显示说呢 他们是美国能源局是加入了FBI的这个行列 他们认为说COVID-19疫情的源头 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大陆实验室发生事故所造成外泄 然后才会造成这次的疫情 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啊 其实他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美国总统拜登其实他一直非常关心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到底从哪来 也因此呢美国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 希望可以来对针对这件事情的调查能有进一步的结果 那这份机密报道呢 其实写到说啊 这个美国能源部呢 是依照所谓的新勤资来做出这一次的推论 那美国能源部呢 因为他们其实主掌了很多研究啊 还有这个科学啊 以及这个实验室网路 那也一直以来都从事一些像生物学研究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疫情的源头 其实一直在美国的包括情报界 还有学术界甚至是国会议员之间 都是争论不修的话题哦 那美国情报圈呢 甚至有18个机构来组成呢 这一次呢 是由这个8个机关呢 跟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呢 一起来参与追查 不过 目前的调查结果是显示说 其实有4个机关 他们是认为COVID-19呢 还是属于这个自然传播呢 另外两个机关则是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结果 那这一次的话 美国能源局跟这个FBI是认为说 可能是这个大陆实验室 是这一次疫情的源头 只是大陆一起来 他们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态度 都是持比较封闭的情况 加上他们也不愿意透露任何的一些资讯 那同时呢 大陆也认为说 其实疫情的矛头 还是不是在他们国家 而是从这个其他国家传出的 因此双方当然是有一些分歧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报告的 可信度到底高不高呢 那现在根据这个美方的情资人员也是表示说 目前这个报告当然还是属于这个调查的阶段 所以呢 之后可能还会需要更多的研究的资料文献 还有呢 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员 可能才会有进一步的结果 以上主播 全球是陆陆续续摆脱了COVID-19的阴霾 今年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 27号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登场了 今年是不是特别的盛大 又有哪些亮点呢 要继续请信仪来告诉我们 好 没有错 那接下来科技消息呢 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全球世界通讯大会 也就是这个MWC呢 是27号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登场了 那今年的话呢 其实是有超过200个厂商 那200个国家 那是有超过2000个厂商 那预估总共是会有超过8万人与会 不过呢 当然今年的这个规模 对比去年是有成长了大概三成左右 可是我们如果跟这个疫情前2019年的规模 这个MWC大概是有10万的人潮相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模 似乎还是没有归附以往的水准 不过今年呢 这个因为MWC一直以来都算是科技趋势的风向球 那其实很多大厂啊 包括像三星啊小米等等 他们都会选在这个时间呢 来发表他们手机的新品 那因此呢 也会这个时间也会成为许多大厂 就是发布新品啊 那让这个许多消费者 可以来看一下今年的新手机 可能会有哪些亮点 不过其实今年的这个MWC的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是Velocity哦 就是速率 那所以大家应该也可以不难猜出 主要这个主题是会聚焦在5G 还有这个开放网路 金融科技 甚至是互联网等等这类的主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半导体大厂 像是Intel啊高通 AMD等等 他们都会发表一些新的5G的方案 那同时呢 大陆的品牌厂小米啊 他也是在这个展前的收酒 已经推出了旗舰款的 小米新机13系列 那另外呢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 台湾的厂商宏达电 他的董事长王雪红呢 是第四次受邀担任这个演讲的嘉宾 所以我们这次也可以预期说 王雪红应该他的演讲重点 可能也是会放在新的科技焦点 像是元宇宙等等的 不过近年来的MWC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手机市场 已经越来越饱和了 所以呢 MWC的重点已经不再是 放在各家手机大厂 可能推出一些新品啊 亮点等等 反而呢 是有一些更多元的应用 所以呢 像许多分析师也预期说 今年的MWC重点 可能会是在一些新科技啊 像是这个最近很红的ChatGPT 或者是这个元宇宙话题等等 都会是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 那也可以看到很多台场 他们是准备在这次的展会上面 大秀肌肉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